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8月14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爱难爱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马斗福音第18章第15至20节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去 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 规劝他 如果他听从了你 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 但他如果不听 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 为叫任何事情 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 得以成立 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 你要告诉教会 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 你就将他看作外邦人或顺利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你们中二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 无论为什么是祈祷 我在天之父 必要给他们成就 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 有的人与我们相处融洽 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能感受到爱和生命 让我们为这些生命中的天使 感谢天主 但是 有时我们生命中 也会出现难相处的人 是我们生活中压力和焦虑的来源 这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这段交情呢? 我们经常徘徊在 在交集想改变对方 和放弃 不理对方这两个极端 但执着和逃避 都无法带来平安 今天 耶稣教导我们 如何用渐进的方式 试图和得罪你的人和好 首先 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 规劝他 当面面对冲突 是爱和尊重的冒险 至少 我们不先把他人的不好 传给第三者 但要让人改变 一定要先让他感受到爱和尊敬 否则必会失败 其次 如果他不接受 我们可以找一两个证人 协助和解 也许 中立的证人 也会协助我们 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这时 你能谦卑地 为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负起责任吗 再不行 我们可以交托教会 或其他正式的执法机关 为我们主持公道 避免自行正法 最后 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 耶稣允许我们 将他看作外邦人或顺利 也许 我们会把这句话理解为 耶稣允许我们憎恨这些人 但是 不要忘记 耶稣其实是很爱外邦人和顺利的 或许 为了我们自己的好 我们必须暂时远离这些人 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效法 耶稣的爱 我们可以把得罪我们的人 交托给耶稣 求他 以他的智慧 去对待他们 为我们的敌人祈祷 其实 也是一个极大的爱德 你知道吗 种下种字 当你对某人 存有怨恨时 停 为他奉献一篇 圣母经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 请给我力量 为我自己无法的人 献出爱德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服你 也愿我们能够学习 为得罪我们的人 献上祈祷与爱德 我们明天再见